大年三十的后妈专门来欺负离异的父母离异的小女孩 你说你当人家的后妈就是有个先来后到是吧 不能说因为你自己下了吊子 然后你就把这个老公的跟前妻的这个女儿 她的生存资源躲过来吧 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们这个聊天记录 我帮着这个女网友 她是上海的 上海的这个女网友来求助我在微信上 她说姐姐刚才后妈要动手打我 我说这个怎么回事 你现在在哪里 她说就今天我爸跟我说 后妈领证十年了 户口要从四川迁到上海 要先把我的户口转掉 因为呢我是这个上海农村 这个上海的这个青浦区农村的户口 然后我爸呢就一直忽悠我呀 转户口 我说我不干啊 肯定是农村户口 因为它是这个直辖市嘛 就是大城市的农村户口啊 其实它的资源是比这个城市户口 要资源更多一些 然后这个我就说啊 我说农村户口啊 至少它有村里的分红 还有转基地 然后这个女网友告诉我 她说 我说啊 签户口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她说啊 阿姨也是家里的一份子 这个我他妈直接呕吐 因为我弟呀 是他呀 偷偷把捷鱼还拿了才怀的啊 当时我们家全都不想要 我就问他 我说他为啥 我就说你弟呀 为啥要忽悠你转户口呢 你转户口和他转户口的 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这女网友说啊 就是我们一家就变成城市户口 他的才能牵过来 我爸是这么说的 我说呀 我告诉他 我说你爸这是胡说八道啊 这个 然后呢 这女网友说呢 我说呀 要签啊 你们自己签啊 所以就是他可以 然后他就不乐意了 这个 就是特别嚣张啊 我说呀 你爹呀 肯定是想让他的小屌子 跟你换成 互换 对调一下这个农村户口 让他儿子吃村里的分红 还有宅基地 我说呀 他转户口啊 和你的户口没有一点关系 然后女网友跟我说啊 说我们家啊 只有我是农村户口 我奶呀 我爸呀 我弟呀 都是城市户口 我说呀 这个后妈呀 和你爹存在户口关联关系 后妈和你的户口 不存在户口关联关系 然后这个女网友说 那我爸不需要提呀 我就一直在问呢 他应该是没搞明白吧 我说那你就打电话 去你们当地的这个派出所 户籍办去问一问 看看你爸到底撒了什么谎 然后我就说 然后这个女网友说呀 我就说呀 反正就是他错在先啊 我说你就等放文价 你就打电话吧 这女网友说 如果是真的要通过 我就自己来跟他说 然后这个后妈就跳脚了 还跟我说什么呀 这个我还没说你吃我的 画我的 这个后妈呀 说呀 这个女孩子吃他的画他的 然后我说呀 这个派出所的户籍处 会告诉你 他的户口应该怎么转 结果呢 这个女网友说呀 结果呢 我就觉得他说 我吃他喝他的 我觉得他特别傻逼 然后我就直接来就傻逼 然后呢 他就过来扯我 他会要打我 这个 然后他还说什么 跟我们家做了十几年的保姆 然后我就说呀 我说我不信 你爹没搞明白 你爹是想骗你 让他儿子和你的户口对调 你不要相信你爹 然后这个女网友就有点不相信 有点糊涂了 他说不会吧 这户口还能对调吗 然后我跟他说呀 你爹是户籍是可以的 你打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然后这个女网友告诉我 他奶奶是户籍 他的意思就是让我转 我说那我说呀 那你爹肯定是说服了你奶奶 而你奶奶呢肯定是偏心他的孙子 因为孙子是他们家人 你是孙女 迟早呢 对他们来说那是要嫁人的 这个女网友说 那我觉得我奶奶不懂 我说呀 你奶奶你也得防备着 不能信的 我说你奶奶不懂 你爹就更好骗他了 然后这个女网友告诉我 他说我爸跟我说 现在这个政府强制转户口 都要转掉 然后我就跟这个女网友说 我说你不要听你爹下嗶嗶嗶 这个然后这女网友说呢 这个帮着交这个十年社保 然后这个就能强制转户口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爹呀 骗你奶奶啊 骗你骗一圈 就是为了给他儿子转户口 然后这个女网友说 这不行的吧 我说你别跟你爹纠缠这个 打电话问你们那里户籍伴 这个然后这女网友说 这转户口我当然不能同意了 现在就这个傻逼女的太恶心了 我说呀 我说我只是猜测 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个然后女网友跟我说呀 我爸让我跟他别吵 我说呢 这个你这个后妈呀 可能啥也没出啊 只出了一个B 就像我后妈那样 她的工资啊 她不是这个女网友不是告诉我说 她后妈对她说 你吃我的喝我的花我的啊 我就这么说 我说那你你这后妈可能啥也没出啊 就只出了一个B 就像我后妈那样 工资一分钱都不出啊 家里开销都是我爹一个人 我死爹一个人出的 然后呢 所以呢 我死爹就只能苛扣我的开销 给他们家 给这个家庭用啊 给他儿子用 不是给我用 啊 我说你后妈呀 去油脸啊 吹成你吃他的 是他花钱养你 然后女网友说 对 没错 啊 我直接就傻逼 然后他就过来抓我头发 要打我 我说呀 你呀 现在你对你爹后妈奶奶 这三个人一个人都不要相信 你就报警吧 他说现在已经消停一会儿了啊 我我爸爸我奶奶已经把我和他隔开了 我说哪怕就是警察或悉尼 但是也会让他拜幸 大过年了是吧 他说呢 这个也没啥打斗的印子呀 这个我说不不不 我说你让他这个 把他这个打人记录在案 他这个女网友一直说没证据 我说我的建议啊 就是你偷偷报警 让警察调查他啊 然后女网友说 我们这里肯定不受理 我说不不不 我说这个打斗不需要打斗痕迹 啊 只需要记录事情经过 女网友说是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 啊 你就电话报警啊 警察就必须来啊 警察的不是法医 是不能降 鉴定这个伤势的啊 只有法医才可以鉴定啊 或者说这个 你们没到那个 请法医和去派出所指定医院 鉴定的这个程序啊 就这个程度啊 受伤程度啊 但是警察会记录你这个事情 是吧 给你个报警回质啊 然后这个女网友说 然后这个女网友说 那家庭纠纷啊 直接不记录的这里的警局啊 她说我熟 我说呀你至少手里得有一个你后妈打人的记录啊 你坚持要这个记录 只要你坚持就可以有啊 只要你坚定态度就行了 她说那是要是说没证据怎么办啊 我说啊 这个警察都是看人下菜碟啊 然后 那这女网友说 那就说打人没证据 我说没证据也没关系啊 警察也会自诉啊 说你自诉 你后妈打你了啊 这个女网友说 现在她还气势汹汹的 我说啊 警察只是这个事件的 事情经过的记录者 她不能当一个评判者 啊 法官才能当评判者的是吧 然后女网友跟我说 她还在这边放屁呢 我说你快点报警吧 听我的啊 然后这个 结果女网友跟我说啊 她现在跟我弟说啊 今天不把这事说清楚啊 这个你跟妈妈 永远在这个家里 用不起来 然后我就跟她说啊 这个 我说你就报警吧 女网友说啊 说又说 然后妈跟她弟弟 就是 说哎 怎么你啊 就永远受人欺负 我说啊 我说你这个后妈 就在对她儿子进行仇恨你的教育 啊 你就打电话报警 给她添堵 然后女网友说啊 太晦气了 我说你你啊 就是要给她们找晦气 她说我不想报啊 也不知道等会儿事情会怎么样 然后我说啊 然后我说啊 你这是逃避现实的态度 然后她说啊 我怎么觉得她怎么真的可以这么不要脸 我说后妈就这样 我说你也没喊起嗓子后妈打人吗 她说太恶心了 这个 我喊不出口 我说这个 你后妈是不是比你肥壮啊 她说是啊 然后我说如果肥壮的话 我说你啊 你不先下手偷袭她 你是打不过她的啊 等一下她在纸上骂 你就偷袭她啊 拿什么东西砸 她往个鼻子上砸啊 然后这女网友还说呢 她太傻兵了 我不想理她 她现在在说这个 我自杀的事情啊 我说那你被她欺负了 那以后你就更压不住她了 她说啊 我 我说 说我自杀啊 跳河呀 去跳啊 跳了干嘛又要报警啊 然后我就听着就很头大 我说你就这样 她这么说你 我说你还不偷袭她吗 她会一直压着你 这个羞辱你的 我说你必须得出头揍她 这个女网友呢 就是不肯这个报警 就一直跟我觉得说 她这后妈太恶心 然后我呢 就只能给她分析了 我说你后妈呀 是觉得自己啊 地位啊 稳了啊 母平子贵 到了她该该给自己 下的小屌子呢 争夺利益的时候了 她卧心长胆 十年之久了啊 掠夺你的生存资源 给她的小屌子的时候到了 她追枕边风啊 吹动了你爹啊 有后妈就后爹 你爹又联手你奶奶 合伙套路你呢 因为你是女孩 不是男孩 你奶奶呀 不可能占你不占孙子 是吧 不管哪个儿媳妇给 都是给他们老杀杀杀 加生儿子 是不是 谁生不是生啊 所以呢 你奶奶啊 选择占你爹和他孙子 不可能真的占你的 我说你还要防备 防备这个老太婆啊 伪善呢 装着爱你呀 欺骗你 然后这女王爷说 刚刚在吵 没动手啊 还说把这个 你这个后妈 录音都录音了 还打算给我听 我说 我说你那 我说我不想听 我说翻子了 啊 然后呢 他又说这个户籍 这个事 我说肯定不是 这个 他们跟你说的 给你后妈签户口 这个理由啊 这个理由没道理啊 户籍法规 这个户籍办的法规 设置是需要依据的 我说你和你后妈 不是直接的母女关系 他只和他儿子 有直接的母子关系 你后妈签户口 是根据 他和你爹的婚姻关系来转的 你爹是上海户口 他是外地户口 四川户口 那肯定是根据 你爹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转 是吧 我说跟你一个妓女 就是这个过季的季啊 我说跟你一个妓女 能有啥关系啊 你一定要这个审问你爹 让他拿出这个户籍 户籍办的这个法文条文 来给你看啊 你爹拿不出去 肯定是在骗你 这女网友说 孩子说 他真恶心 他一直在吵 然后我说呀 这女的恶心你 是因为你爹占他呀 我说他呀 现在就是背水一战 孤注一掷了 我就 然后这个女网友又跟我说 他说啊 因为我十几岁就看出 我是什么货色 知道我不会养他 所以才生我弟弟 然后呢 这个我就说 他是屠房子户口 然后我就听了 就很生气啊 我说呀 不吃 这是他妈必经别话说 然后这个女网友说啊 我后妈说 你以后别嫁人啊 别找个有房子的老公 嫁给穷鬼 然后我告诉他呀 我说我发现大人只要 就是再繁殖啊 这个再婚下屌子 一定会被我 这个前妻 留下来的这个女孩子脏水啊 比如说我们早就看出 这孩子一定不孝顺 不洋狼 就是白眼狼啊 然后带着恶狠狠的恨意 给这女孩子强强行的扣 这个屎盘子啊 盖章了 然后呢 这个女孩子就戴着白眼狼的 白眼狼的头衔啊 迎接弟弟的受伤了 他说啊 对 我说你就回敬他 你一个没房子的穷逼女人 才需要嫁人呢 然后呢 这个女网友说啊 他还一直 后面还一直说我白眼狼 我就教他呀 我说 你就说你一个本地有产 你不需要嫁男人也能有房子住 然后这个女网友不说白眼狼 我说白你妈个逼啊 你就是后妈死后妈 表头后妈 骂回去啊 你就是卖逼的表 你卖逼卖子宫 换男人的房子和居留权 就是户口啊 别以为你卖子宫 卖出小屌子来 就可以骑我头 骑到我头上 你气势不能输啊 他就仗着你爹你奶奶 他儿子四打一呢 四个人欺负你一个小女孩 这女网友说对呀 我说呀 你就问他 问你后妈啊 你娘家为啥要把你这个扫地出门 扫地出门 换子 卖子宫 换房子 换居留权 你这样的结婚 才叫嫁男人 因为你丧失了你娘家的 财产继承权 然后呢 这个女网友告诉我啊 后妈还侮辱我妈 说我妈给我爸戴绿帽子 然后我说呀 就是你后妈没有她娘家的财产 所以呢 这个她就必须出卖 阴道和子宫给男人 然后这个女网友说 对呀 你说的太好了 这个我说太欺负人了 这个女网友说 我爸刚刚在 我不好意思说 他还说呀 我爸不给财领呢 然后我说你这后妈啊 竟然侮辱你妈 骂回去呀 大姐 这个不能忍啊 侮辱你妈搞破鞋 我这个还能忍吗 然后这女网友说 骂了骂了 我这个 我骂的 确实是骂了 就是这后妈吵架的时候 就一句话重复十几遍 我就教她嘛 我说你一个找二少男的 二少男的贱女人 你他妈有脸是我妈搞破鞋 这个 你这还不是实在 没人要了 才找了一个二少男吗 这个 二少男你都能要 你还真的不嫌我妈穿过的破鞋脏呢 你就是一个捡垃圾的垃圾贱女人 然后这女网友说 那这话我爸听了会那个 我说那你就换个好听点的词 二少男 然后这个女网友说 他就一句话一直狂吼 反复问 咋说 咋说咋说咋说 我说那你就见风插针的羞辱他 说他娘家把他扫地出门了 这就是你跟你娘家抢不到财产继承权 你就跑到外地来抢我的房子 然后你就是一个强盗 抢匪 还是靠着你的生殖器官卖给男人这样的手段 然后呢 这个 女网友告诉我 他说我奶奶呀 刚才跟我说呀 他生我弟弟的时候啊 这个跟他这个娘家妈呀 关系也不好 嗯 坐月子跟他妈呢 还吵架了 他妈来了一个月就走了 然后我就说 我说他娘家肯定有问题 啊 就他这种四川娘家 如果说给他这种生存资源啊 他不可能去跑这么远 说给一个二少男当后妈 对吧 而且你你爹又不是啥超级富豪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工薪阶层 啊 也能被他抢着要啊 可见他娘家给他的资源有多差 然后这女网友说啊 啊 还说呢 这个 那你以后就找一个啥都没有的男的 啊 我一说他为了房子户口 然后他就说 那你以后找个啥都没有的男的 然后我就交代 我说扑痴啊 老子不嫁啊 老子独身 终身美丽啊 老子有娘家有房子啊 用不着学你嫁男人换房子是吧 这里就是老子的家 老子的家乡 用不着学你背景离乡讨饭吃 你这才叫嫁人呢啊 化缘炒讨饭吃 老子自己有饭吃 不用学你去外地化缘 跟男人讨饭吃 这女网友说 对啊 说得太好了 啊 说说 这个 他说 我以后要是这个老公有房子 肯定要说了啊 真恶心 然后我说啊 为啥 我就是 我又教这个女网友了 说为啥 那你就对你后妈这种说 为啥你的这个 人生词典里啊 这个男女人就只有嫁男 这一条出路呢 老子的人生词典 还可以去除这一项了 老子有家和家乡 而你呢 没娘家也没家乡 你就是丧家犬啊 然后这个 这个女网友说了 说这个后妈说啊 今年要回四川过年 我爸不让 然后我又说了 我说 你你就跟你后妈这么说啊 这个你结婚 你连这个回娘家过年的人 全都丧失了啊 这就是你结婚嫁男人 获得的好处吗 啊 但你一个部长脑子 只会辞尽的屌子吗 母唱鬼啊 平屌作唱啊 欺负同位身为同性的小女孩 你还要脸吗 啊 你不配当女性 你只有屌性 你脑子里啊 只有这个妻妾 争宠的封建糟粕 亏你还是80后呢 然后这个女网友说 这是骂的好 骂的好 啊 脑子很很痛啊 这个这个后妈就完全摆烂啊 这个说自己就是没文化 就是烂人 嗯 啊 然后我就交谈了 我说你这后妈呀 可有半点80后新时代女性的自尊自重啊 我说你这后妈呀这么摆烂啊 就是要折磨你测毁你的精神啊 要你认输啊 你这你 他这就是啊 什么呢 就地十八股的滚蛋绕啊 自己讨稿在地横做人了 对吧 靠着不要脸吃遍天下啊 这个是就就拿出这个刁民破妇那一套啊 这是我我说呀 你就对你后妈说自重点吧 后妈啊 为了掠得我的这个生存资源啊 你连自尊都不要了 你仿为人类啊 作为女性啊 你不自尊 你不自爱啊 作为母亲啊 你不自重 作为人类呀 你不自尊啊 你既不配当女性 也不配当妈啊 还不配当一个人类啊 你儿子就在这里看着你这个妈搞慈敬 搞公斗啊 你儿子会怎么想 难道不是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述出的贱儿子吗 然后这个女朋友就说妈的好啊 真的爽啊 然后这个 我就教她呀 她还说啊 这个她这个后妈的原生家庭啊 挺伤害她啊 说这个 我说那 我说那她就更不争气了啊 没志气的女人啊 自己被欺负 就转而欺负更弱小的 然后她有种就跟压迫她的这个父权男权去挑战啊 有种去打她弟弟 我就告诉这女网友啊 我说我以前就打弟弟啊 我说就你后妈这么一个被男权父权啊 这个欺负的女人啊 不敢打男的 只敢欺负你这小女孩 敲她那点出息掌的 这女网友说 对 就是靠着不要脸那套走天下 我说那你就告诉她 然后这女网友告诉她 然后我就给你们家 什么当时几年保姆当牛做马 就总说这一套 我说那你就告诉她呀 那那是你给我爹当牛做马呀 你没伺候过我这个女孩啊 这女网友说对呀 我说那你 我说你这个没照顾我的后妈 是没资格跟我摆功劳的啊 你去给你的主子啊 你的老公摆功劳去 我说啊 然后这女网友告诉我 说这个她就是摆烂啊 就是不要脸了 我都没有 我就是没脸说她 我说啊 她这就是背水一战啊 没有退路了 女流氓无产者 生存资源呢 反正就摆在这里啊 也没有增长 她只能跟你抢啊 抢了你的 你就无法生存了 这就是你死我活的生存在啊 这个我以前啊 就这样我就告诉她 我说我以前啊 就专门挑能打得过的男人的啊 我说我不仅打这个后妈下的 这个小屌子 我还打公公 然后我说那你这后妈 有种就回娘家去打弟弟去啊 有种就回娘家去打非爹去 这我就是看着打拨不平嘛 就是男友说这个 当然有啊 基本上后妈都是这样欺负妓女的 我呢 这个比他就是当年啊 还是欠缺了一点 这个打架 和吵架的这个理由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时候经济没独立啊 中学都没读完呢 我根本就没办法 就是脱离那个家庭啊 他现在已经是 就是快面临找工作了 他已经快经济独立 他不存在说 这个而且呢 他还有妈 他亲妈那边 就是他亲妈跟他后爹 后爸那边 他还可以去住 我呢就完全没地方去住 我当年是又没有地方住 又没有经济收入 他呢现在马上就 又要有经济收入了 而且呢 他还可以去他妈那边去住 所以他就打架 他现在吵架 肯定比我当年要有底气啊 我是什么呢 就我当年不能 就是说跟我后妈这么吵 吵的话也就是 就自己就基本上就流落街头了 但是他不同了呀 所以我得帮他 女孩子帮助女孩子是吧 没有说这个还要做唱鬼的 既然是被这个父权制 被这个男权欺负的 同样是这样的同性 那就女人包住女人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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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